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计计一直到15日之前 我国大部地区都将是雨雪稀少 天气干燥的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 西藏东部等地降雨较强需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 随着冷空气活动减弱 未来三天 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也会稳步回升 其中 内蒙古东部 东北地区升温幅度最大 例如沈阳 今天最高气温将回升到20摄氏度左右 而对于南方大部来说 虽然升温较为缓慢 但预计13日最高气温 25摄氏度限也会从南岭再次北阔至江南北部地区